正式官圈,CBA三冠王国首持援,辽兰完美,阵容升级,赵纪伟终于等到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小九 CBA常规赛依然火热,不过辽宁男兰作为未免冠军,近期却连续两次输给了浙江东阳光 而且目前排位已经从之前的榜首滑落出前四,排在第五位 如果还不能迅速的回升状态,恐怕在后面会更糟糕 这也让球迷为辽兰非常担忧,不过近日辽兰方面却正式官圈的好消息 那就是辽兰的实力阵容,一定获得了CBA三冠王国首的持援,也迎来了完美的阵容升级 接下来相信辽兰也会触底反弹,迎来大转机 近日辽宁男男官方发布了最新消息 宣布了郭艾伦近期积极康复训练的视频 主教练佩洛斯和其他的助理教练一起全力辅助郭艾伦康复 看上去郭艾伦的恢复状态也非常不错 腿伤也基本恢复了力量 敢于发力,奔跑,起跳,投篮应该是都没有问题了 接近于复出,按照这样的速度,月底之前郭艾伦就可以回归赛场 而一旦郭艾伦商与回归的话 就可以联手赵纪伟和福格组成CBA最顶级的后卫线配置 福格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 莫兰德在内线也可以获得更多出场的机会 也可以缓解韩德军内线出场的压力 所以郭艾伦的回归完全可以重新激活辽兰轮转 赵纪伟也终于等到了老搭档的回归 大家怎么看,欢迎评论去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